我非常反對那些科幻的事情 我覺得不切實際,你幻想就好了 因為有外星人、木星人、水星人 我就沒有辦法證明他們,但我未見過 你就說見過,如果他們是這個人群 我一定知道,怎會有 去到月球就說有上俄 上到月球什麼人都沒有,火星也是沒有 外星人從哪裡來呢? 這些是小說家之意 像是我們看南血人的,實際是沒有南血人 你相信你真的是自己 他捨他賺錢,你信你給錢 我就覺得做人可以看這些小說,不要相信 人要實際,現實不是錢 現實在地球上,現在有這麼多困難 這麼多戰爭,這麼多疾病 我們人類的科技都未可以去克服 居然有人夢想要去到月球 又要去木星、火星、金星、水星、永黃星 是不是神經啊,為以後的人群設想 這麼偉大,偉大過頭 現在在地球每一個角落有這麼多人慘的時候 你不去幫他們,要幫50年後的事 是不是瘋了?好大喜功 如果腳踏實地,不如讓Kat介紹一下 他在地球的magic of happiness是什麼 他帶了兩本書上來 你呢,Kat,我很生氣你 你來得遲早 你來得生氣人,你不要 當然了,你去年來就好了 我太太病緊,我有一個抗修等 他現在走了,不是 那我就沒有自私 對有些現在又患了疾病的人 或者是癌症,是有很大的狀況 永遠都有一個自私 如果沈大,我這麼自私 就是那些粉絲就離棄我了 但我病,他們都沒有來問問我 還說愛護我 好了,你說一下 到底你為什麼會做 這樣,不要說偉大 這麼大的工作 是的,開了一個壇 很大的壇 我下一壇 是的 整個計劃叫做燃點燭光 其實是你幫我們找一個希望 你點了燭光之後 你就會看到希望 因為你看到那點光 剛才你介紹我出來的時候 我就形容自己 就是比較粗皮一點的 在士坑那裡看天堂 那個會改作看天空 你看天空是不是 為什麼我會用天堂這個字 天堂其實只是一個形容詞 你可以當是一個名詞 但是其實一個形容詞 就是一個very good place 理想的樂園 理想的樂園 現在的狀態 大家在大氣電波 或者在鏡頭面前 你看到我的樣子 是不是很開心 開心啊 我就不知道 開心過我 因為內心就是這麼開心 還不知道沒有他介紹 我去看整骨醫生 我就多謝他請他吃飯 其實我也要骨痛 其實無論我們人生遇到不同的東西 其實都是在乎你的心態 去看你現在經歷的東西 剛才說在士坑那裡看著天堂 就是說在一個很髒 在一個很不理想的狀態 在一個負面的狀態 去看一個正面的狀態 當你看到一個正面狀態 等於你在黑漆漆的地方 看到一個點光 其實你看不到黑漆漆 就是看到那個點光 因為你會追著那個點光 當然啊 所以人生如果有希望的話 你知道你前面怎樣走的路的話 無論你現在在一個什麼逆境裡 你都會追著你的目標去行 我想起這件事 暫亂歌病會不壞 我想起泰國 那些少年足球隊 就是看到一層燭光 那些人的電筒光 希望你呀 你說得對 絕對是的 因為有很多粉絲捧場 去支持他 所以我覺得在人生裡面 在不同的狀態 只要你知道其實你接下來想做些什麼 你的希望是什麼 你的夢想是什麼的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逆轉 像剛才我們一路開始的節目的時候 說腰骨痛 到底腰骨痛又會有什麼 變成正向呢 又負面怎樣變正向呢 或者你太太今年離世的時候 過了這個過程裡面 又怎樣將一個離世的關係 變成一個正向的關係呢 那這個就是我整個項目想講的東西 這個我聽到很高興 我又不是陪你冷睡 太大了 很難做的 我做不到了 所以現在呢 有很多女強人 我根本不如鬆明 沈大哥呢 過去知道的 人很好 不過呢 說就好 做呢 會交給Cat拉來做 我們又繼續聽Cat拉來做 他口腔 腳打地來 心水做這些 做都做不到 其實呢 我或者說一些背景 我是做香氛治療顧問 還有做催眠治療的導師的 教心理治療 也都有體症 也都是跟治療有關的東西 我也都開過餐廳 是做一些餐飲治療概念的 其實在我22年的生涯 我自己去營運的這間公司 我都是將所有有治療關係的東西 都會放在裏面的 在這個歷程裏面呢 見到不同的客人 不同的病人 不同的學生 在他們身上都學了不少東西 有不同的經歷 這是我的一個背景 對我來說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開心法術 或者燃點燭光沉澱希望 這個這麼大型的項目呢 重點就是 我經歷了一個人生很大的轉變 上年2月呢 不要說這些 這些是調一調胃口 才是兩個小時的 好的 我想知道 有一件事問一問你 你是催眠師嗎 是 我想問你 因為我呢 經常聽到人說催眠 我有些朋友呢 就是做警察的 他說呢 有時可以用催眠 令到人說一些東西出來 是不是真的可以 可以的 其實有特意的讀的 那些叫做偵緝催眠 那是專門是給警察 或者是一些去拿口供的人去讀的 我想 如果將來有空麻煩你 我催眠一下這個李立王 他心中有很多秘密 不告訴我 我的秘密 說了給你聽就麻煩了 大哥 真的可以的 說了給你聽就不是秘密 那我們的重生業網的人 要聽很多東西要知道 我想問 真的可以的 其實催眠呢 你很多時候 在你的理解裡面 就好像看電影那些 燈一燈的 你聽就說 那些編劇 我們那些人 就是一知半解 那就行了 就行了 那又醒了 那就是那時候拍電影 做 research 又沒有那麽認真 但是那些抄的題外話 你現在不能夠太認真了 現在我們香港 在這裡講一講 為香港電影界 講幾句話 不可以認真 為什麽 一認真就告你的 認真就輸了 你那個人不知道告出 你現在拍戲 道具鈔票 他要求你的尺寸和真的鈔票不同 很多限制 你就不真實 如果你一真實 他會告你現在拍戲 警察的櫃子都有規定 如果太過真的又不行 那你叫人拍電影 認真就不行 你說拍戲 道具 銀紙的事 我自己也有少許涉獵 不過我也想聽你講 我聽出來其實是很離譜的 如果我們合法的 張文智就一是大到好像餐巾那麼大 一是小朋友好像卡片那麼小 怎麼搞 我小朋友說要認真 拍戲當然不認真 你隨便就可以了 因為對這個催眠 那時候我們拍電影 說真話 就比較急 因為競爭大 一年兩三百部片 所以每個人一找到劉德華 周潤發 你搶著拍戲 哪有這樣的時間 找人去做好的research 他以為他在外國講他 實在不是這樣的 但這些可以認真 但涉及到錢 警方那些事 法律 你認真得很真 他是有告你的 好像我們的道具 道具處 就不銀地被判有罪 雖然判了換刑 但你有眼睛 還有他就說 我這麼認真 因為導演叫我要這麼認真 那我就要聽導演說 那這個法庭就召這個導演出來做證 導演就不見了 不回來香港不出庭 知不知啊 那你叫我做的嘛 那你做證吧 他不出來 那他當然不出來做證 做證和他共同他 所以人呢 都是自私的 不是自私 我覺得做一個男人 都要擔當 人家一個女人 賴小姐 都可以在市坑那裡看天堂 那我們在哪裡看我 那男人 喂 你是真的叫了李立王認真 我認真啊 你不出來做證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在導演上面 是不是有些少說不通呢 對不對 我們男人又擔當的 老實講 就算你有罪 判我入獄 人家都不會小看我的 對不對 你不是殺人放火 不出來 但是你叫人這樣做嘛 你說一句 未必你入罪的 好些啊 結果要我老友 我大哥去做證 還被人罵 拍電影而已 大浪啊 那你知不知 如果這樣的例子呢 你怎麼拍呢 不說了 催眠 我想問你 我看到電影 指使我催眠了 Cat催眠了李立王 我告訴你 不是 叫她做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當然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其實應該這樣說 所有催眠都是自我催眠你的 我是沒有辦法催眠你的 你是催眠自己 除非你自己想去做這件事 透過一些暗示 可以令到那個人去做出行動 催眠治療也好 催眠這兩個自己 這是一個狀態來的 而這個是放鬆而集中的狀態 就是說 你每一天最少經歷兩次 什麼是放鬆而集中的狀態呢 就是好像你剛剛睡醒 剛剛睡醒 那你在床上 想一下今天會不會上班好呢 我會不會上學好呢 我會不會上學好呢 打個電話 打個電話 打個電話我也是不回 我又可以繼續睡 其實你的身體很放鬆 你的思維很清晰 你是放鬆而集中 然後你很快又可以回去睡覺 這個狀態就好像催眠狀態這樣 或者是臨睡之前睡著的狀態 那個腦的頻率都會是靠近催眠狀態 催眠狀態是講這個狀態 催眠治療就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我們加了治療兩次 是否可以將它放鬆 讓它沒有那麼痛 可以嗎 催眠止痛 其實外國很多 直接做催眠分娩的 完全不用麻醉藥 即是不用開肚 不是不用開肚 即是生兒子的時候 不用打麻醉 不用打麻醉 零麻醉 你再查一下催眠分娩就有了 可以透過一些暗示 因為所有的痛 其實都是由你自己 在腦神經去告訴你 你聽我痛了 那你就會有這個反應 那你就會生氣 是嗎 為什麼你不早一個月來 你又痛了 大哥 我的眼睛開了刀之後 麻醉刀痛了三個星期 對著滑地 扯著雨的頭痛 因為麻醉的眼睛開了刀 那個傷口埋是慢的 很痛的 早要找你 早要認識你 真的不可能 現在都不遲的 對嗎 對我做的時候 有時候跟你喝咖啡去聊天 如果認識你 阿Kent 我這樣就有病 對嗎 你不想我病 人生總會有些不同的經歷 這件事又可以轉化 今天我們就有主題 原來是不行 指揮那個人殺人 因為我看很多推理電影 尤其香港版的 指揮李立鶴去打楊天恩 不行的 不可能的 我這麼愛她 我怎麼會打她 不可能 催眠了你 催眠了我都不用打她 不會 不可以這樣 其實那個重點是 要她願意 她本身就想的 我內心根本是想打她 你本身是想打大哥 是的 但她不敢做的 譬如 可以透過這個 她會被內心的真實面子出來 她的內心深處做這個事 我們很輕鬆 我想問 譬如一個男士 她很喜歡一個女生 她不敢追 催眠了她 但她大膽也要追 行不行 其實催眠也是名字 你做些甚麼令她大膽一點 你怎樣了解對方 其實催眠治療 主要我們都是教溝通技巧的 你看戲那些 好像很荒蕩地坐在那裡 閉著眼睛 有些床 有張椅子 其實不需要 我們在 譬如我教學生 學生最初做的所有案件 我叫她去公眾場合 去那些咖啡室 去那些普通 周圍有型的地方 老人手就像這樣 老人手就像這樣 老人手就很正 其實真的 我跟導演說 跟吳仙英說 真的我們拍電影 有些要認真 譬如你說好像催眠這些 他們不知道這樣都行 所以一位催眠 就看到那個醫生 就在高級火很漂亮 就躺在外國邊 原來不用的 如果我們這樣拍法 不是這樣拍法 那場戲就好看了 你明白的 所以這些研究要做 但是涉及到 鈔票那些東西 現在就是 電影界和金管局 在爭論著 因為一般 你知年輕的那些 見到官 背轉身就罵個狗官 見到官 他自己變了隻狗 官說什麼 你知道中國人是這樣的 背轉身就罵阿Cat 見到阿Cat就說阿Cat 就是不敢抗爭的 好了 金管局說什麼 他們說什麼 那就糟了 那你將來怎麼拍戲呢 所以我們見到官 尤其香港 你不需要這樣 不過我教你們 你回到祖國就不要這樣了 一會兒留下 八年後才去德國 叫見希特拉 就糟了 所以你在香港就可以 在內地真的就沒得抗 你看看樓下 要多謝川普 川普打貿易戰 我們澤主席被他打到中了兩鎚 那怎麼辦呢 就要拉攏歐洲 你沒有歐洲抗他 那德國的巴耶波 就是我契媽媽 他一直都想放樓下 那這個澤主席就敷衍他 這次為什麼放他呢 你要拉攏德國 歐盟 這樣就做純粹人情 放了樓下 樓下就不要多謝澤主席 又不需要多謝巴耶波馬克爾 多謝我的朋友 Donald Trump 就是進去美帝 因為如果他不去打 他就要跟他拍檔 就不需要拉攏 即我和你打 我當然要拉攏阿Kat 你明白嗎 阿Kat說不得到你那邊 你不支持拉攏 你用燭光源怎麼欺貌呢 我不注意了 你迫著要拉 雖然你連蠟燭都沒有問題 即是要講時勢 現在你做這件事 我覺得很對 香港呢 生癌症的人實在太多 原來等於呢 生癌症呢 等於感染 你身邊的朋友 親人 多數都會腫著 你知道一年的數字有多少嗎 有多少 根據醫管局的數字就是 2015年就有3萬名的確診病人 即各類型的癌症 全部加起來 2015年的死亡人數 有1萬4千多人 現在臨止 這些只有飆高又沒有降低 現在是2018年 我怕超過3萬人 這個1萬幾千人就過世了 1萬4千多人 即是3萬人確診 那一年就死了1萬4千多人 即是有一半的人 一半之中 其中有一個是我太太 我聽了之後 覺得很大人害怕 現在呢 真的群醫 束手無策 因為很多癌症 你發現的時候已經是悶奇 醫生跟我太太說 6個月 你有什麼事做 我老婆不犯你 我有什麼事 我現在行的吃得連打你都可以 怎麼會死呢 真的 真的 5個多月 我就很佩服你醫生 那醫生 那醫生很開心 沈先生你這麼看戲 我看戲你知道人家幾次死 但你醫不到人 是 你知不知道 這麼聰明有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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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是要講 一點觸光而言 希望 是不是 我佩服你 喂 你做了六個月 原來你做了六年 他那個說是認死登記 你不想到人家 你什麼時候到我身 你好像很輕描淡 其實你不是聰明有什麼用 你醫不到人 為什麼 你給他醫死就是醫生 然後你要看中醫 中醫就是老實說 真的行不行 都不是這樣行 讓我覺得 很多人一聽到癌症 其實你的腳有一隻 已經跌了去天堂 去死刑 不是啊去天堂 怎麼這麼說 那還有一隻腳去試坑 那我就跟耶穌說 天主說 你給我一隻腳去試坑 行不行 你給我一隻腳去試坑 那我就去聽道理 我太太死了之後 他們說你不說什麼都不要緊 為什麼呢 耶穌天主是原諒我的 他們有慈悲的 所以我說錯都不要緊 要跟我們睡覺 結果一跳就叫我去試坑